如果临床经过台北东区或许曾经有看过这位老妇人 她推着推车卖水梨的身影 有网友拍下这么一张照片 因为警察取缔她被开了一张一千两百块的罚单 水梨阿嬷一边哭一边推着推车离去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 有不少人在网路上非常同情阿嬷的遭遇 纷纷都掏钱想要来喝她买水梨 端法身材矮小推着一车两箱的水梨在街上兜售 这张照片一泼上网就引起关注 因为年近80的老太太推车边走边哭 原来是被警察开单 网友在脸书成立社团声援老人家 让她询问度突然暴增 网友声援希望大家经过 可以帮忙买个离子当点心 附近店家描述 老太太在东区一带出没 自称住在宜兰没有钱可以回家 常常跟路人哭诉一整天没吃 却被警察开了一千两百元罚单 网友一面倒通网警察只顾拼业机 欺负老弱妇孺 随便经过然后后来就是有看到她 就被开单 对啊她一想到她有哭 然后她就好像一整天都没吃东西 是看她就那么晚还在那边推 然后卖水果这样子 你刚才买水果的价值 还蛮高的 大概是多高 就是一颗就一百块啊 警方依法行政却引发争议 只是民众路过发现 要不要用爱心买单 全看个人意愿 中文新闻林青庄长台北报道